南淮景说 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 我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 却能改变自己的运气 一个人如果触犯了以下这两条天规 一辈子灾祸不断 所以越早知道越好 不懂感恩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有多可怕 17年的杭州保姆纵火案 可谓是轰动全国 保姆7500元的月薪 已经不算低了 而且主人待他非常好 出入有车接送 还二话不说 就借了十万元给他 但是尽管如此 保姆莫幻莖精 还是一把火 把主人家四口人的性命 给剥夺了 人心不足舌吞相 说的就是像暗中保姆这样的人 不仅不懂感恩 反而因为别人对你好 你就想得到更多 一旦别人不能满足自己 便爆发出狠狠的恶意 不懂感恩 是人心中最大的恶 尤其是不懂感恩的孩子 最让父母寒心 成人后比狼更可怕 前段时间 南京一队父子因为护殴 登上了热搜榜 大概情况是 父亲老王花了几百万 供养儿子出国留学 本想让儿子学成归国后 可以做一番大事业 结果儿子回国后 非但不工作 还理直气壮在家啃老 为了承接儿子 老王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 卖掉了全款给儿子买的车 儿子非常生气 砸了父亲的车 老王气不过 怎么会养了这么个白眼狼 直接跑到儿子家砸东西 于是父子两人就打起来了 儿子还放出狠话 要砍死父亲 于米红曾说过一句话 大把花着父母的钱 只懂自己快乐 不懂父母的心酸 不舍得为亲情付出一分一毫 那么你已经全无良知了 就像老王的儿子 不仅不懂感恩 反而仗着父母对自己好 所求的反而更多 已经完全丧失了 为人该有的良知 这种人进入社会 也会被人唾弃 不受欢迎 遭人排挤 人生之路定会异常艰难 将一事无成 卢梭曾说过 没有感恩 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生而为人 可以不优秀 可以不杰出 甚至可以没有钱 没有才 但是不能不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 并且知恩图报的人 才是天底下最富有和快乐的人 德不配位 周易细词下里有几句话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德薄而畏尊 致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先不及已 大意是 德行浅薄 却地位尊崇 智商低下 却图谋大事 力量微弱 却负担重任 这样很少 有不招致祸端的 一个人只能享受 和自己相匹配的东西 否则 一切都是妄想 比如有一张桌子 只能承受 十斤重的分量 如果给它放上 十五斤 二十斤的重量 看看这个桌子 会怎么样 它就开始变形 可能整个桌子 都会坍塌 若你没有德行 而要享受得太大 顿顿饭都是鲍鱼龙虾 住的豪华别墅 这就是在消耗 自己的福报 终将会有大祸的 还有现在的学生 孩子 不管自己的 家庭条件如何 就管父母 什么都要最好的 自己是学生 现在还没有赚钱 凭什么就要最好的 孩子不知道 享福太多了会怎样 但是家长要知道 孩子的福报是一定的 你越溺爱 孩子越容易出灾祸 为什么有的年轻人 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因为他的福报 被快速消耗完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 才知道 后得在务的重要性 你看着那些领导 开好车 住好宅 就好想自己也能 这般享受 你看那企业家 那么有钱 就想着自己 要有那么有钱就好了 殊不知 人家有什么样的德行 和福报 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诸子之家 格言中有云 轮常乖喘 历见消亡 德不配位 必有栽殃 什么层次的德行 就匹配 什么样的人生 如果违背 自然规律形式 自然会受到报应的 人有千算 天则夷算 一个人的命 没有好不好意说 靠的是自己争取来的 但是如果你触犯了 上面两条天规 人生之路 定会充满坎坷 因为不懂感恩的人 注定没有未来 德不配位的人 必有栽殃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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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有失去了你 许下的誓言 太美太想亮 却无处安放 可是青春啊 总是那么多变数 总在冲动时 爱上那个人 总是失去自己 总有失去了你 许下的誓言 太美太想亮 却无处安放 可是青春啊 谁又舍得跨过去 是不像平常江国般的滋味 历天最近的地方 不一定是天堂 青春虽无怨无悔 却无处安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匆馆